大脑是人体最重要的器官 也可能是宇宙间最复杂的物体 认识、理解和掌握大脑的工作原理 是现代科学最重要的课题 为什么我们需要睡眠? 意识存在于何处? 人类的情感源于何处? 记忆可以像电脑一样存储吗? 精神类疾病是大脑出故障的吗? 能否有更直接的治疗方法? 2021年,国际权威期刊《科学》 发布125个最前沿的科学问题 其中有22个问题与脑科学相关 人的大脑中有大约1000亿个神经元 它们互相连接,构成一个复杂的网络 指挥着我们的思维和行动 左右着我们的喜怒哀乐 怎样才能清晰地了解它的工作原理 甚至看到它的工作状态 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有一张清晰的大脑运行地图 脑图谱 在这方面,中国的科学家已经取得了原创性的研究成果 如何为大脑绘制清晰的地图 给探索大脑奥秘指引方向 破解大脑之谜将会如何造福人类 中国经济大讲堂走进海南大学 特邀中国科学院院士洛清明为您深度解读 为大脑绘制地图 大家好,很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 我是洛清明,来自海南大学 我今天报告的题目是绘制脑地图 解析大脑奥秘 洛清明,中国科学院院士海南大学校长 华中科技大学苏州脑空间信息研究院首席科学家 洛清明团队研发的 显微光学切片断层成像系统系列技术 为实现单神晶圆分辨水平的全脑三维可视化 也就是全脑界观神经连接图谱研究 提供了重要研究手段 创建了亚微米体素分辨率的 小鼠全脑高分辨三维图谱 并首次展示了小鼠全脑中 单根轴突的远程连续追踪 相关研究发表于科学等学术权威期刊 曾入选2011年度中国科学十大进展 荣获2014年度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 和2021年度皇家寺商务医学工程奖 技术发明类一等奖 中国经济大讲堂 由养勺彩桃房酒独家冠名播出 其实人类对于脑的认识 是经历了一个很漫长的过程 在我们古代有古相学 通过观察这个骨骼脉络的变化 去预测人的一生的性格 命运喜好等等 那么在西方也曾经很流行的 这个奴相学 它也是根据脑子里头的骨骼的结构 想对这个人 比方说你聪不聪明 性格怎么样 做一些预测 当然这些假设在一定程度上 一方面推动了大家对脑的认识 但是另外一方面 当然犹如没有这个合适的监测手段 那么他很多认识 主要是靠这个主观的预测 也就像盲人摸像一样的 并不全面 那么现代神经科学的一个重要的标志 就是1906年诺贝尔奖受辱了 两位神经科学家 叫做高尔基和卡哈尔 那么卡哈尔用高尔基发明的 这个染色的方法 对脑片进行染色 染色之后 那么卡哈尔根据它显像的结构 把脑子里的这个切片 能看到的神经元 它的形态把它绘画出来了 那么一个多世纪以来 现在我们在大学里头用的教材 关于神经元脑片的一些认识 还是卡哈尔那个时候画的 实际上就一个多世纪以来 大家对这个脑子里头神经的认识 还是基于当时卡哈尔和高尔基的这个工作 那么他们的工作被称为是 这个现代神经科学的起点 标志着现代神经科学的一个单身 神经元是大脑最基本的组成单元 类型丰富多样 它的轴突就像森林中的藤腕 纵横交错 神经元通过轴突将信号 长程投射到不同脑区 对大脑中的信息交流 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拥有不同投射模式的神经元 参与着不同的脑功能 要了解大脑的工作原理 就必须弄清楚 这些神经网络是如何构成 如何连接的 因此 绘制高分辨率的大脑连接图谱 也就是高清脑地图 就成为脑科学研究的必然选择 为了绘制出一幅清晰的脑地图 科学家们付出了怎样的努力 取得了哪些进展 请继续关注中国经济大讲堂 那么在卡号之后呢 就是大家就用这种方法 对脑片进行一系列的切片 然后呢 试图从三维的角度 就是想象说 这个脑子里头 大概是分成什么样什么样的区域 德国解剖学校Broadman 那么曾经把这个脑的出入 分成52个不同的出入 那么进入了20世纪的后半页呢 那么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 德国有一个研究所 叫做余利西研究所 它在这个基础上 又通过三维的这个层面上 把脑子里分出 分成了120多个区域 美国在09年 也启动了一个五年的 一个计划项目 叫做人类脑连接组的一个项目 那么它是利用核磁公正成像 在宏观的尺头上 去画这个脑子里头 它的连接 也就是不同的脑区之间 到底有什么关系 除了技术核磁 像美国也还曾经 启动了一个项目 叫做Micron 它呢是想试图去 对一个很小的 一个大脑皮层 比方说一个地方 毫米通过电竞 大家知道电竞的分辨率 特别高 然后从反向工程的手段 想去了解说 这个皮层 它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然后呢 再去发展相应的散法 那么再把这个散法 希望能够用到 人工智能上 这是美国前两年的一个工作 无论是刚才说 最早的基于 这个传统铁片的脑出 还是基于核磁 还是我刚才说的 利用电竞 对很小的一个区域进行成像 虽然大家取得了很多 令人兴奋的成果 但是总体来讲 大家对脑的认识 还是非常粗浅的 我想借用Francis Crick 他的一句话 大家知道Francis Crick 是因为发现了 DNA的双螺线结构 在1962年 获得了诺贝尔奖 那么他获得诺贝尔奖之后呢 他就转向研究脑科学 特别是对意识的研究 他研究了30多年后 1993年 他给Nature写的一篇评论 我觉得他是有点失望的 来说这件事情 他说没有脑连接图谱 很难有希望了解 我们的脑是如何工作的 那么又过了30年 到了2022年 对吧 那么对脑的认识 说老实话 还是没有实质性的进展 那我想 Francis Crick 当年说的这一句话 我认为是点到了实质 就是说 猶如不知道脑子里头的 这个是怎么连接的 所以我们对脑的认识 没办法去理解这个脑 那好 那么我们要理解 Crick所说的这个脑连接图 那么我们就需要 更细致的去分析 脑子里头神经元 和神经网络 到底是一个 什么样的分布 它们是如何工作的 脑子里的神经元 到底长得个什么样 我这里给大家做一个展示 那么这里展示是 皮层的单个神经元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这些神经元的包体 是朝着各个方向 很丰富的投射 我们有时候 就是把脑子里头的 这个神经元 比如成一棵树 有树罐 它接受信号 还有很多树根 那么这个树根很长 它可以扩展到很多地方 它就会把信息 传递到其他的地方 那么从我们这里头 给大家展示 就可以看到这里头的神经元 比方说包体很小 那么前面也接受信号 但是它的轴突 就是这个树根 它会扩展到脑子里头的 很多其他地方的树 这个是它的一个特点 那我们也做过一个测散 比方说不到一个地方 厘米的树脑 那么它这里头 有很多神经元 它的轴突 也就是它这个树根 伸展的长头 有20厘米 那么有人估散过 那么人脑里头的 神经元的这个轴突 这个长度啊 它可以达到差不多200米 刚才这还说的只是一个神经元 那么通常认为脑子里头的神经元 人脑大概有一千亿个神经元 从它连接来讲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过程 就好比是说一个中国地图 我们中国那么东西五千多公里 你同时要看到整个全国地头 如果你要观察到单个神经元 也就是说你要对10米左右的这个物体 比方说一栋房子 你还要能分辨得清楚 那么这里头这个跨道就非常大 你就需要去发展技术 去把这些问题解决 为揭开大脑的奥秘 科学家们从未放弃给大脑绘制地图 但人脑的复杂程度超乎想象 要想清楚地分辨出单个神经元 并捋清楚它们之间的连接方式 是一项极其艰巨的工程 这相当于给一个拥有千亿棵树木的巨大森林 拍摄超精细的三维立体照片 既要能看全整个森林 又要能看见每一棵树 甚至还要能看清楚每一根树枝 每一片树叶 面对如此超高难度 为人脑汇聚地图 究竟能否实践 它面临哪些技术挑战 科学家又是从哪里突破 中国基地大讲堂精彩继续 不管是从卡哈尔那个时代 还是说到Francis Creek 那么大家都认识到脑联系图谱这件事重要 为什么没做出来 那么事实上就是随着脑神经科学的发展 过去的一百多年当中 那么大家在这方面也做了很多的工作 那么从局部的到整个前脑 从二维的也试图去发展到三维 那么就其中用到了光学成像切片的技术 也用到磁工程成像的技术 但是最终还是没有画出Francis Creek 它想要的这种很精细的连接图 为什么绘制这个脑地头这件事情这么难 大家知道这个影像技术 从X热线到CT到核磁 很多技术都曾经多次获得个诺贝尔奖 为现代医学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 但是即使是有这些技术 对于脑研究来说 它的分辨率都是不够 以核磁工程成像为例 最好的磁工程成像 它也只能分辨上万个神经元在一起 它没办法分辨出单个神经元 有它的直线性 那么光学成像 前面我也提到 包括现代生物学的启然 主要是因为我们发明了 光学显微成像的技术 这个技术对生命科学的发展 对现代医学的发展 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也曾经多次获得过诺贝尔奖 但是从老科学研究来讲 它也还是有直线性 刚才说的这些光学成像 是受限于 比方说它成像深度不够 它的分辨率是合适的 但是深度上不够 所以它也没办法去做到说 对一个脑三维进行成像 再加上我们刚才提到的电竞 电竞的分辨率很高 但是有人做个测试 一个立方毫米的样本 如果用电竞进行成像 需要一万个人一年的工作量 也就是说你要实现一个大范围的成像 这个难度就非常大 通过刚才的分析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为什么说 我们现在的这些成像技术 没办法去对全脑的神经连接 进行测绘 人类现在的所有成像技术 都还无法对全脑的神经连接 进行测绘 一个多世纪以来 绘制人脑地图的工作 几乎毫无进展 不过科学家们并没有放弃 他们决定先从相对简单的 小鼠大脑做起 洛七名院士带领他的团队 就在鼠脑地图绘制上 取得了重要突破 这其中很多内容光靠讲述 恐怕很难理解 我们栏目记者来到洛院士的实验室 带领大家近距离地感受一下 科学家究竟是如何绘制小鼠脑地图的 今天我就来到了苏州脑空间信息研究院 带大家一起去揭示大脑的奥秘 这里就是洛院士团队 给小鼠绘制脑地图的实验室 这台机器叫MOST 是一套显微光学切片断层成像系统 它可以非常精细地切削小鼠的大脑 同时自动拍摄识别出 全脑的神经网络和血管数据 我身边的这台设备呢 就是正在工作的MOST设备了 大家可以看到 在这个区域正在进行的 就是拍照和切割的工作 样本就固定在下面 右边是一个金刚石刀头 从右向左 像木工用豹子一样 每次将样本爆掉薄薄的一层 它切成的片可是非常非常的薄 说薄如产业也一点都不过分啊 样本被爆掉一层之后 上面的显微镜头就会开设一张 样本横截面的照片 整个过程是全自动的 非常精准和平稳 这样一个鼠脑 我们会把它切成一万片左右 每一片是一微米的厚度 切削 拍照 说起来好像很简单 但是在此之前 如何固定小鼠的大脑 却成了摆在科学家面前的 第一个难题啊 脑组织很软 有点像我手中的这块嫩豆腐 非常容易变形甚至损坏 根本无法固定和切削 怎么让它变硬一点呢 科学家们想了一个办法 他们将一种化学物质注入鼠脑 这样呀 鼠脑组织就会凝固 像冷冻起来一样硬 可是呢 即便如此 在固定的时候啊 这个鼠脑表面 仍然有可能受损 导致拍出的照片不准确 于是呢 科学家呢 又想了一个办法 那就是给凝固的鼠脑 再加一个外壳 这是咱们制作好的一个鼠脑样本 它我们把它包埋在树枝里面 做得像琥珀一样 其实可以看到啊 这个小小的胶囊 总归起来和我的指甲盖大小 是差不多的 而其中啊 这个脑的大小 更是只沾到了这个胶囊大小的三分之一 如此结实的鼠脑 就很容易固定 切削和拍照啦 但是呢 要想看清楚这些照片 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科学家们还面临着更大的挑战 那么我们再从这几个角度来分析 它面临的挑战 那么一个比方说我们要看得见 刚才提到的就是说 我有各种标记技术 还有各种染色技术 对吧 这些技术在历史上啊 都曾经获得过诺贝尔奖 也就是说 我要把我的感兴趣的 被观测的对象 你要特意心地标记出来 对吧 那么这里头是有很多工作需要做的 所以这方面的挑战呢 想是非常大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现在生命科学领域的工作者 大家有很多人 很多团队 都在这一块来下功夫 所谓看得见 就像我们今天在这儿 大家这个摄影 以这个照片为例 你如果没有对比度 你的分辨率再高是没有用的 所以呢 所谓看得见 就是让我的被观测的对象 能够产生这个对比度 那么除了看得见之外 我们还要把它看得清楚 那么这里头也要解决很多问题 比方说 我们观测说 如果是太阳旁边有颗星星 这两个亮度是不一样的 你能不能看得清楚 那么这个对光学成像技术就是一个挑战 那么在我们研究脑子里头 因为它有包体 有树头 轴突 也就是有这些神秘纤维 那么通常你一旦标记以后 它这个亮度会相差三到四个数量级 你怎么能够解决这些问题 那么这个是对成像技术的挑战 只有突破了成像过程中的这些技术问题 我们才能够真正地通过那些显微照片 看得见 看得清大脑的微观结构 我旁边这台屏幕上所显示的 就是咱们国际上目前最清晰的 哺乳动物脑图谱 但是这幅色彩斑斓 结构复杂 清晰无比的大作 最初并没有如此的高端 刚拍完的时候它是这样的 黑白照片是如何变成彩照的 这些华丽的细节和结构 科学家究竟是怎么看清楚的 原来为了看清样本的结构 科学家首先要对样本整体进行染色 科学家所说的染色 其实是将特殊的荧光物质 注入脑组织 然后在镜头下 通过更换不同的绿色片 就能拍到不同的组织结构 然后给它们染上红绿等不同的颜色 就能区分出不同的脑组织和结构 一个鼠脑会被切成一万片左右 当这些照片叠加在一起 一个清晰完整的鼠脑地图 就绘制成功了 但是要想用这个办法会是一个人脑的地图 还是有相当大的难度的 那么我这里给的是一个 鼠脑的灌状面的一个切片 那么你要进行成像 你可能要20乘10个马赛克 像是200个马赛克 你才能够成像得了 那么如果是一个完整的人脑的一个切片 那么我们可能要52,000多个 块块的我们叫做马赛克的成像 就是需要做的工作就很多 如果是要变成一个三维的一个脑子 假设以一个成人脑的这个尺寸 就是14厘米乘9.3厘米乘16.7厘米 那么来一个鼓散的话 那我可能需要刚才说的 块块的成像要到86亿个 那么这就是挑战了 也就是说你要想在这么大的一个范围内 实现能够分辨出每一个神经元 每一条毛细血管 要求就特别高 当然除了看得见 看得清 看得全之外 我们还要能看得懂 也就是说你有一堆数据在这 一堆图片在这 这是不够的 那么我们还要对它进行分析 这里头就涉及到计算的问题 那么我们也做过一个测算 因为我们一个鼠脑 大概是有8个TB的数据量 那么如果是到人脑 可能到几十个PB 那几十个PB是什么概念呢 如果用现在的光盘乘这个数据 那它那个光盘雷起来的高度 可能会超过周末老往蜂 大家可以想象 这个数据量是很大的 这么大的数据 不是说光乘在那里 你还要读取它 还要分析它 最后还要怎么把我感兴趣的结果展示出来 这个对我们的计算机的技术 提供了非常大的挑战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说 绘制脑地图这么懒 那我自己的团队呢 过去二十多年 我们是一直在致力于绘制脑地图的 这么一个工作 这里头就是涉及到样本的标记和处理 涉及到成像 也涉及到这个大数据的处理 是一个全链条的 我们大概2000年的时候 就开始这方面的工作 做到差不多10年 我们就发展了第一代 成像的成套技术 我们把它叫做显微光学切片 诞成成像系统 说的通俗一点就是一个相机 那么这个相机能够对脑子里 三维的对它进行成像 那么我们能够在国际上 第一次实现 可以分辨出每一个神经元的 这么一个结果 一个成像技术 那么我们在20多年的时间内 是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的难关 那么在今年3月份 Nature Neuroscience这个期刊 它以封面的文章 发表了一篇论文 叫做小鼠前额叶 单神经元的涂射头谱 这个工作是中科院 脑科学与智能技术卓越研究中心 还有上海脑科学与内脑研究中心 神经科学国家正联实验室的 研尊研究员的研究组 徐尼龙研究院的研究组和我们华中科技大学 苏州脑空间信息研究院 武汉光电国家研究中心 我们工会教授签头的团队 大家一起合作做了一个工作 那么这个工作呢 我们针对161只小鼠的前额 进行了成像 然后从中我们重构出了6000多个 这个前额叶神经元 它的逐突的形态 我们就可以看到 就是这些神经元从哪来 到哪去 它的形态是什么样子的 我们对它进行了分析 分出了64个神经元的哑形 神经元的这个分形 这件事情特别重要 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比例 就好比是说 我们用的这个电路 它有电阻 电容 电感等等 基本的电子元器件走成的 那么这些元器件呢 可以走成一些 基本的功能电路 比方说电源电路啊 信号处理的一些电路 然后很多个这个基本的电路 走成在一起 可能形成了一个集成电路了 比方说用计算机 我就做各种各样的处理 那脑子里头 这些神经元会不会也是这样子的 它有一些基本的单元 那么若干这个单元走成在一起 它能够实现一些基本的功能 然后呢 把很多神经元走成在一起 形成一个巨大的神经网络 那么它可能这个功能就非常丰富了 所以呢 我们这个工作应该来说 为开展这方面研究 打下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犹如我们发展了一系列的技术 所以在国际上就引起了我们同行的一个重视 所以我们在国际上就很多著名的实验室都来跟我们合作 包括美国的脑计划 把这个样本寄到中国来 然后我们对它进行成像 让大家共享这些数据 当然随着这个技术的发展 大家进一步说 你光做老鼠不行 你能不能要做人 当然这是一个很长软的目标 那么为了做人 我们要过渡 后来有发展的技术 能够对猕猴的脑子进行成像 因为猕猴脑子的体积呢 大概是鼠脑的两百倍 我们现在也取到了很漂亮的结果 当然我们也深知啊 你真要做到这个图谱 还有相当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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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在这个里头呢 它同时标注了脑子里头的大血管、小血管、也有神经元 这个是目前世界上在血管的标记里头分辨率最高的这么一个图 当然我这还只是一个灌装面 这个厚度没那么厚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是整个脑子里头的这些血管的数据 那这个数据量就非常大 可能大家就问说你把这些血管拿出来以后到底有什么意义 其实这些数据呢 我们可以做什么事啊 给大家看啊 我可以分清楚说在脑子的这些血管的头部里头 静脉是怎么走的 动脉是怎么走的 好 那么除了得到了这个血管的头部之后 那进一步我们就可以看它的应应啊 分析 那么这个动画给大家展示的是在全脑的这个血管啊 当然了因为计算机的原因呢 跑不动 所以我们只挑了一个很小的一个区域 但是这个区域里头你可以看到有一些主血管 也有一些分支的小的毛细血管 暂时强调就是我们这个分辨率可以到一个微米 就是非常小的这个血管 那么从临床的角度我们都知道 你如果是知道这些毛细血管这些血管网络的分布 因为大家知道这个血管是在脑子里头是传输各种能量的 当然也会带走一些代谢的产物 维持脑的一些功能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如果是说出现了我们手指的脑缺血或者是脑梗塞等等 就会对脑的功能产生影响 如果我们建立了毛细血管的这个水平的全脑的血管的图谱 对它进行定量的分析 那我就能够评估这个血管哪个地方下窄了 或者哪个地方发生栓塞了 不光是说研究治疗的药物 还是说做手术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比方说在显微脑部外科手术的过程当中 如果是说我们知道这个图谱的话 那么我们对这个颅脑内外的这个血管 比方说打桥 对吧 那我就可以实现更加精准的手术 有一个例子 比方说在这个里头给大家展示的 在这个手术的前后 那我们可以实时的去给大家展示这个血流灌注的情况 也就是在显微脑外科手术的过程当中 我就为医生即使地告诉他说 你现在这个手术刚才成功还是不成功 那么所有这些工作的基础就是因为说 我拿到了知道三维的脑血管的这个网络结构的 这么一些信息 再主一个大家常见的一个疾病的一个例子 就是爱斯海尔门症 简称AD 经常要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说 是血管现出问题还是神性现出问题 那么在AD病里头有一个Aβ板块 淀粉样成疾大家都知道 那么它的分布的情况到底是什么样子 传统的手术尤如你分辨率不够 或者是说成像范围有限 所以你所能够获取到的信息 往往是疾病发生的已经是很晚期了 早期你能不能知道 所以我们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工作 比方说这里头给大家展示 告诉大家说 你看这些白色的斑点 就是Aβ板块的成疾 然后你可以看 哦原来发生这个疾病的时候 这个Aβ这个电粉样成疾 是在脑子里头分布到处都有 不是原来所认为的可能只是某一些吃入 这就给我们做了很多很重要的一些提示 同时呢我们还可以做研究说 发现在发病的过程当中 可能Aβ板块的形成的时间 要比你神经元这个轴突 它发生突变了要早 搞药物研发的专家就很感兴趣 那他就知道说 你如果是说假设你发展的这个药物 只是针对神经的 你可能已经太晚了 那么你能不能够把治疗的药物的研发 针对性放得更早期一点 当然现在是基于小鼠的模型 实验鼠的模型 我们做了一些基础性的工作 我们也很期待 未来在获取了更多的这方面知识之后 能够为我们的药物研发和临床治疗的 提供更加气势可行的方案 那么另外一方面 其实这些年大家也知道社会上也特别关注 就是内脑智能 也就是计算机 怎么样去像人一样的思考 事实上在计算机发展的早期 无论是图林还是丰罗伊曼 他们在做这些东西的过程当中 就已经在思考这些问题 那么现在我们计算机里头的二进制0和1 实际上也是对应的神经元里的静息和兴奋的 这么一个状态 对吧 那么它的控制的一些信息 比方说鱼和飞 这些灵感也是受到了脑科学的启发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现在大家一直非常关注内脑智能 大家都很希望说 进一步通过对脑的认识 我们能够去设计一些 更脑的思维模式 信息处理模式更捷径的一些方式 那么用入我们发展新一代的内脑的计算机 在美国脑计划里头 其中有一个工作叫做BICCN 查理核心的任务 就是说要对脑子里的神经元进行普查 到底有多少个神经元 然后对它进行分形 这些神经元到底分多少类 这些神经元长的什么样 那么这些神经元从哪来到哪去 相互之间是什么联系的 那么这是它很基础性的数据 这里头所有跟单神经元形态方面的工作 这些数据 它的获取都是在我的实验室所做的 可能大家也问说 把这些形态搞清楚了 单神经元这些类型 都清楚了 到底有什么用 那我想还是那种话 一方面对于我们疾病诊弹治疗 能够提供一些重要的一些知识 其实另外一个方面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什么 就是说要了解这些神经元所组成的网络 它要进行信息处理 它的机制是什么 其实这个可能有助于我们未来去进一步优化 人工智能 内脑智能的一些算法 所以了解真实世界的 真实大脑的 网络里润散的一些模型 对于我们未来发展智能技术 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 其实无论是美国的脑计划 还是欧盟的脑计划 这都是他们的重要目标之一 当然我们也深知要绘制一个 真正高质量的这个脑地图 那么它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科学工程 绘制这个大脑地图 一直是科学家的一梦想 Seni Brenner 他因为绘制了现重的神经的连接图谱 现重的神经元只有三百多个 因为这个工作他拿了诺贝尔奖 但是之后大家又花了很多的时间 进一步做果蝇 果蝇大概有十万个神经元 目前来说对它的解析 还不到一半 果蝇之后是斑马鱼 然后再到飞人领长 总之就是说 大家一直是在想各种办法 科学界应该是资资以求 一直在不懈地去努力 想去绘制出这个神经的连接图谱 也就是说把这个地图把它绘制出来 确实难度太大 美国有一个实验室 它现在花了16年级的时间 收漏了18万个神经元的数据 当然离人脑上千亿的神经元 还差得很远 但是正是因为如此 现在这个绘制脑地图这件事 是世界各国 竞相较轴的一个科技前沿 就是大家在这个方面 这个竞争非常激烈 那么我个人我认为就是说 绘制脑地图是一个 势在必行的这个大科学工程 那么理想的这个脑地图 就是说老年纪图谱 到底应该是什么样 那么我想是有这几个方面 一个是应该在一个界观的分辨水平 我这里头说的界观 也就是指能够分辨出 每一根神经元 每一条毛气血管 这么一个分辨水平 这屋里的尺度 一般都是微米 样微米的水平 第二个方面是说 我要绘制这个脑地图 必须是全景的 也就是说是在全脑的范围 你不能支持直步 第三个方面是什么 就是说你不光是要在全脑 不光是把它的连接绘制出来 还要有精准的定位 也就是说它的位置在哪里 在哪些脑区 那么第四个方面呢 就是要有特异性 但我们不能胡子没毛一把抓 就好比是说我们在这个地图里头 铁楼在哪儿 公楼在哪儿 这个水楼在哪儿 甚至在进一步 比方说电网在哪儿 通信网在哪里 我们要有特异性 要能够把这些信息拿到 当然更进一步 更好的话 如果是把它的时间 动力学特征能够拿出来 那就非常有意义了 事实上呢就是现在的很多研究表明 就是我们特定的脑功能 就是像视觉润动啊 甚至意识等等 那么它会对应特定的这个脑网络 虽然我们经常说脑的连接和活动 它的时间空间都是不但地演化的 能量和信息也是高度恶活的 对我们解析这件事是带来了很大的挑战 但是我们还是有理由相信 就是说你最基本的这些连接的图谱 它所处的位置 它的作用 你如果理解了 就是我理解这个脑这件事情啊 以及最后实现保护脑和创造脑啊 就打下了非常好的一个基础 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 如果我们把走学的一些信息 就现在很热门来像转斗组啊 蛋白组啊 代谢组啊 如果把这些信息加上去 当然就更好 那么这就好比是什么 就是说我知道这条路了 那么这个这条路上 到底跑的是小汽车 还是跑的是货车 还是跑的是火车 甚至是说我这些车里头 润载了什么货物 如果说我们知道的这些 当然更好 总之来说 对绘制这个脑初谱这件事情啊 它的意义是非常大的 那么我自己呢 就是因为在这个棘手上 经过了多年的努力 我提出了一个 新型的交叉学科 我们叫做脑空间信息学 所谓脑空间信息学呢 就是说去适中测量分析处理和呈现 具有明确空间定位信息的 全脑三维时空信息数据 那么是一个综合集成的一个科学 借今天这个机会啊 我也想呼吁我们全社会 能够更加重视和支持 原创性的基础研究 我也想呼吁大家更加重视 新技术新方法的研究 当前这个美国欧盟和我们中国 都相继启动了脑科学研究计划 那么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发达国家 这个和国际组织 也充分认识到了脑科学研究的重要性 大家都在努力去增强这个国际竞争的技术制造点 那么中国的科学家也完全有能力 在脑科学与内脑研究 特别是脑地头的绘制方面 能够抢占这个技术的制造点 谢谢大家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